生下女儿后,婆婆天天催我去上班 男人养家压力很大的 你总不能一直在家白吃白喝 她还擅自做主,请了老家的表姐来当月嫂 表姐专业利落,对孩子十分用心 还用专业知识安慰有分离焦虑的我 我放心地重返职场 可万没想到,她居然是个人贩子 她偷偷抱走了我的绵绵 却在逃跑时一脚踩空,摔成了植物人 绵绵从此失去了踪迹 我坚持报警 婆婆和老公却劝我稀释宁人 说孩子还会再有的 见我不肯妥协,他们竟然帮她做伪证 造谣我经常虐待表姐 这只是家庭内部矛盾 表姐不过是在跟我赌气 表姐的老公更是叫嚣着让我陪葬 一把将我从窗户推了下去 再睁眼,婆婆催着我赶紧去上班 萧月,孩子都两个月了 你差不多也去上班了吧 睁开眼听到的第一句话 就是婆婆那熟悉的声音 大白天就睡上了 天天在家除了吃就是睡,真成猪了 我意识到自己重生了 惊慌失措的起身后 却看到胖嘟嘟的女儿绵绵好好地躺在身边的小床上 我忍不住捧起她肉乎乎的小手 放在唇边亲吻 眼泪一下子就来了 想不到,我还有再看到绵绵的这一天 下一秒,我做了一个深呼吸 对着镜子抹干眼泪 上一世的种种仿佛还在眼前 夺女之仇,不共戴天 我刚走出房门 就听到婆婆在厨房摔摔打打 闲话一句接一句,故意甩给我听 不过,生了个小丫头骗子 怎么就这么金贵了 我们那时候,生完孩子半个月就得下地干活了 要不是怕大声受累 我才懒得来当老妈子伺候人呢 我瞥了一眼桌上了午饭 一小锅已经冷透了的小米稀饭 一碟腌萝卜咸菜 还有一盘子剩菜做的乱炖 这就是她嘴里的伺候人 我无声地扯了扯嘴角 妈,这两个月您辛苦了 我刚刚给您买了车票 您回老家休息几天吧 她一听,双眼立刻瞪了起来 怎么,你想赶我走 你以为我是为了你来的 我是为了我儿子 大圣身体不好 本来一个人养家就够辛苦了 如果下了班还得照顾你 身体会吃不消的 我拿出一个大号礼品袋 里面装着白酒香烟和两件全新的羊绒衫 妈,您看您想多了不是 我是心疼您 特地给您准备了礼物 想让您回去休息几天 您想回来随时来 我现在恢复得不错 绵绵也很好戴 不会麻烦大圣的 您放心 她见到满满一袋子的礼物 脸色好转了一些 一双眼睛却还在我脸上扫来扫去 见我满脸都是讨好的笑 这才满意的另一袋子回房了 行吧 算你懂事 见她关上了房门 我才慢慢扯出一抹冷笑 死老太婆 我先把你支走 再找你儿子算账 上一世 婆婆嫌老公压力大 天天催我赶紧断奶上班 她不擅长做饭 又没什么耐心 我觉得她照顾不了孩子 就一直没同意 她天天在家摔摔大打 还时不时出去跟邻居嚼舌根 说我的各种坏话 我跟老公提议让她回家 可她一百个不愿意 亲戚都知道我妈进城想服来了 还没多久你 就想把她轰走 让她的面子往哪搁 直到我的产假结束 我和她才达成一致 请一个专业的月嫂 专门照看绵绵 婆婆看好月嫂就行 我选了几家专业机构 本想尽快去咨询 没想到刚两天功夫 婆婆就从老家叫来一个女人 女人叫李华英 刘胜管她叫表姐 原来当婆婆得知 我们这里请一个月嫂要一万多十 一个电话就把李华英叫来了 还是咱老家好 一个月三千就够 很不高兴 刘胜却把我拉到一边 给我看了李华英的金牌月嫂证 我不禁纳闷 金牌月嫂为什么收费那么低 刘胜却说 这是亲戚的优惠价 人家是正儿八经学习过的月嫂 不比外人强 她一再跟我保证 试用期一个月 如果我对表姐不满意 可以随时换人 不过李华英真的很出乎我的意料 小区邻居请的月嫂 只负责带孩子 不负责做饭和家务活 她却格外勤劳 趁着绵绵睡觉的功夫 把饭和家务都做了 她的心还细致 每次冲完奶粉 都会滴一滴 在手腕上测试温度 避免烫到孩子 绵绵每天的喝奶情况 和大便次数也会做笔记 每周出一张 身高体重的发育情况表 更难得的是 她还会给孩子做早教 会给孩子看黑白闪卡 做辅出操 教孩子翻身 绵绵也很喜欢她 天天在她怀里咯咯笑个不停 见她如此专业 我渐渐放下心来 我甚至不顾婆婆反对 没想到某天我下班回家 发现绵绵和李华英都不见了 电话也打不通 我赶紧给刘胜和婆婆打电话 婆婆那边还在打麻将 完全没当回事 没准是抱着孩子出去散步了 你紧张的什么劲 人家还能给你那小丫头骗子拐跑了 我不顾他们反对 坚决报了失踪 索性警察很快锁定了李英华的位置 然而她在逃跑时一脚踩空 摔成了深度昏迷的植物人 绵绵的下落自此成了迷 更可恶的是 婆婆和老公为了包庇 竟然做伪证试图给她洗白 他们说李华英是他们乡下的亲戚 我看不起她 处处刁难虐待 还说李华英抱走孩子 只是为了跟我赌气 这只是家庭内部矛盾 根本不是拐卖儿童 李华英的老公更是趁机找上门来 说我诬陷好人 嚷嚷着要我抵命 我被她从20楼推下 血溅当场 正在我陷入回忆之时 给婆婆叫的专车到了 司机是个又高又帅的小伙子 一口一个阿姨的叫着 亲自下车给她开车门 她顿时开心迷糊了 婆婆最爱面子 特别吃这一套 得知她是拿着礼物开开心心回去的 刘胜也没说什么 婆婆走后 她立刻说 今天要和朋友们聚餐 让我别等她回家了 我痛快地答应了 刚好我需要时间 谈点财产和行李 像刘胜这样的白眼狼 打死我都不会跟她继续下去 绵绵很乖 吃过奶后玩了会就睡着了 刘胜半夜两点才回来 听她的脚步声应该是没少喝 好在她没进屋 到了喂夜奶的时间 我起身去厨房冲奶粉 客厅里酒气冲天 刘胜外套和鞋 胡乱地扔在地上 衣服都没脱 歪倒在沙发上 睡得正香 白衬衣领口 一抹暗红色的痕迹 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过去摸了摸 不是血 而是唇膏的痕迹 好啊 刘胜原来也不安分呢 怪不得上一世绵绵丢了之后 她冷漠得吓人 更是和婆婆沆蟹一气 坚决不让我报警追究 我一边哭一边质问她 那可是她的亲生女儿啊 她支支吾吾地说闹大了 没法跟老家亲戚交代 孩子还会再有的 我当时被气昏了头 还以为她和婆婆 是因为重男轻女 不重视绵绵 现在想想 没准一切另有隐情 她肯定有事瞒着我 令我没想到的是 婆婆走了两天就回来了 当我从她身后 再次看到低眉顺眼的李华英时 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我死死抵住身后的桌子 调整着呼吸 强迫自己 挤出一抹笑来 妈 怎么才休息这两天就回来了 婆婆一边脱鞋 一边跟我介绍 这是你华英表姐 听说你生孩子了 说啥也要带礼物来看看你 你华英节可是考过月扫证的 刚好可以帮忙带孩子 这样你就可以去上班了 婆婆的算盘打得啪啪响 我上班一个月 有一万多块的收入 轻松覆盖掉月扫这项支出 还能剩不少 和上仪式一样 李华英脸上挂着和善的笑 一进屋就主动找活干 还拿个玩偶 想逗我怀中的绵绵 我赶紧借口想休息 抢先一步带女儿回了卧室 婆婆美好气地摆我一眼 嘟闹了句 且不过生了个没用的丫头骗子 还真当成宝贝了 我关上门 抱紧了绵绵 恨得浑身发抖 李英华的狡猾和手段 我已经见识过了 上一世 我对她的到来 还是有些许抗拒的 但很快 她就用勤劳和专业 赢得了我的信任 有一次 家里进了一个蚊子 在绵绵腿上咬了一个包 她半宿都没睡 一直守在绵绵身边抓蚊子 作为孩子的母亲 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她看着婴儿床中粉嫩的女儿 眼中满是慈爱 不满你说 我年轻时得过一场大病 这辈子也生不出孩子了 所以我特别稀罕小宝宝 尤其是漂亮乖巧的女宝宝 我一和表弟还是老思想 重男轻女 但这是不对的 回头我一定帮你说他们 弟妹 你就放心地去工作 我一定好好照顾咱们绵绵 把她宠成小公主 这番话让我既同情又感动 最终放心地把孩子交给她 然而等待我的 却是和女儿的骨肉分离 想起这一切 我恨不得立刻冲出去 拿刀把他们都剁了 但看着怀中绵绵清澈纯洁的眼神 我告诉自己千万要冷静 女儿还小 她还有尚未展开的璀璨人生 为了几个人扎搭上 自己的下辈子不值 一切还得制取 我一定会在狠狠报复的同时 好好保护她的 首先是刘胜的 情况 我需要仔细调查一番 毕竟现在直接离婚 还要分割财产 我吃亏 我可是一分钱都不打算给她的 我寸步不离地守着绵绵 调查刘胜的是 我委托给了一个私家侦探 没多久 侦探就将调查结果 发到了我的邮箱 一组照片上 刘胜和一个长发女人 并排走在一起 由于距离太远了 照片上看不清女人的脸 只能看到她四肢纤细 腰身微胖 并不像是刘胜喜欢的类型 然而下一组照片 却是两个人在妇产科医院 自助挂号机前排队的近照 我这才注意到 那女人并不是微胖 而是小富龙起 明显是个孕妇 再看那肚子的大小 至少有七八个月了 侦探在调查报告里写着 这女人名叫牛恋 是刘胜的初恋 两个人在一年前偶遇 在一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她已经怀孕 孩子的性别也查过了 正是刘家日思夜想的男孩 年面才刚三个月 也就是说在我怀孕后不久 刘胜就搞大了牛恋的肚子 怪不得她成天闹泪 天天一副体虚家慎虚的样子 这么勤勤恳恳地耕耘劳作 让两个女人先后怀孕 她能不虚吗 我冷笑着关上了电脑 心里的计划也在逐渐成形 今晚是婆婆的生日 刘胜破天荒早回来了 表姐做了一桌子菜 我还专门订做了一个双层生日蛋糕 席间我戳刘胜挤了几眼 她立刻心领神会 喜滋滋地从包里取出一个红色的购物袋 妈 生日快乐 这是我和肖月的一点心意 精明的婆婆 看到袋子上印的周大福三个字 立刻笑得合不拢嘴 然而 等她打开里面的首饰盒才发现 盒子里空空如也 啥也没有 刘胜一下子傻眼了 我也装作着急的样子 追问刘胜镯子是不是忘了哪 刘胜急得抓耳挠腮 慌乱地解释着 不可能啊 我亲眼看着贵姐装进去的 足足50颗的大金镯子 怎么可能忘了 购物袋里的小票还在 足足4万多块 婆婆心疼坏了 急得饭都不吃了 非要跟着刘胜跑到商场去闹 一口咬定钱付了 东西却没拿 商场也不是吃素的 人家立刻报了警 并在警察的监督下调取了监控 监控里清清楚楚地显示 刘胜特意检查了一遍镯子 然后亲手放进了盒子 这两人一下子粘巴了 警察建议她好好回忆一下 或者回去问问家里其他人 是不是谁动过了 王胜若有所思 而婆婆却像想起了什么似的 看向李华英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婆婆怀疑李英华就是那个家贼 然而顾忌着亲戚关系和脸面 又没有证据 再多的疑心也只能在心里憋着 她只能每天防贼一样的防着李华英 连麻将都没空打了 李华英无论去哪间屋子 她都像跟屁虫一样尾随 这倒是让我轻松了不少 这下李华英根本没有单独和绵绵相处的机会 更别说偷摸暴走孩子了 我知道照这样一直下去 就算婆婆不让她走 她自己也会走的 终于有一天 趁着李洪华外出买菜的功夫 婆婆拉着刘胜一通吐槽 每天盯着李华英实在是太累了 她打算让她回老家 我心中一喜 然而刘胜却很犹豫 理由是老家人都知道 她在大城市里安了家 羡慕得要命 婆婆一家最好面子 上次回老家 把表姐接过来也是高调的不行 如果就这么无凭无据赶她走 那些亲戚不知会在背后怎么编排他们呢 她刘胜好歹也算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她可不想丢这个脸面 她这么一说 婆婆也犹豫了 刘胜安慰婆婆 她会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解决这件事 让她放心 我实在难以相信 一向对家务事不闻不问的刘胜 这次会这么好心 我悄悄留了个心眼 一关灯就装睡 果然 她很快就溜去卫生间 偷偷打电话 喂 宝贝 我包里那个周大福的金镯子 是不是你拿走了 那天我从商场出来之后 哪都没去 只去见了你 没有没有 我怎么会怀疑你呀 我只是问问 好了好了 宝贝不生气 都是我的错 眼看你就要生了 你自己在家 我也不放心 这样吧 我找个勤快可靠的月嫂 照顾你和儿子 就当是赔罪了 等儿子一出生 我立刻离婚娶你进门 你放心 只要有孙子抱 我妈绝不会反对的 挂上电话 她坐在马桶上 自言自语 嘿 跟我还不承认呢 不过我正宠没地方找月嫂呢 三千一个月的金牌月嫂 这种好事往哪找去 好家伙 原来这就是刘胜的小算盘 但她不知道 这是引狼入室啊 想到上一世 她自私冷漠的样子 我死死咬住了嘴唇 女儿丢了不着急是吧 只是家庭内部矛盾是吧 孩子还会再有的是吧 我倒要看看 等到你儿子丢了 你还能不能这么镇定 我经常当着刘胜的面 大夸特夸刘英华 夸她厨艺好 细心 尽快 而且有眼力见 最重要的是 她对孩子格外有耐心 外面的月嫂贵不说 还不是自己人 根本不能放心 我越这么说 越是坚定了 刘胜挖走刘英华的决心 不知他们具体是怎么谈的 反正刘英华 正被我婆婆丁的闹心呢 立刻就答应 去那边帮忙照顾孕妇孩子 她吃过晚饭来和我告别 肖月 老家那边给我打电话说 有个快生产的孕妇 家人刚好有事都不在身边 想让我过去照顾几天 我装出一副 震惊不舍的样子追问 表姐 你是想我们给的工资少吗 他们出多少 我们可以在家的 她摇了摇头 含糊的推辞 不是 也是个亲戚关系 我欠人家人情 实在不好拒绝 而且你也知道 我姨最近总是喜欢盯着我 搞得我浑身不自在 要说是金镯子那事吧 天地良心 我可真不知情 说着 她假惺惺的抹了几下眼泪 我赶紧假意安慰 让她千万别往心里去 人上了岁数 脑子容易犯糊涂 还喜欢钻牛角尖 指定是刘胜粗心大意 不知道丢在哪了 她没有再接话 而是深深看向婴儿床里的绵绵笑了 绵绵长得真可爱 长大了一定是个漂亮的孩子 真可惜啊 我还以为能多陪她些日子呢 还怪舍不得的 然而 她此刻的笑意落在我眼里 却是无比猙獰 那双三白眼中 还隐约透出一股阴森 像急了一个恶魔 李华英走后 婆婆松了一口气 有了这件事 作为前车之鉴 她再也不催着我去上班了 相反 她觉得请一个本地月嫂太贵 万一遇上手脚不干净的 更倒霉 我留在家里 亲自照顾孩子蛮好 既让人放心 她还能有闲功夫出去打牌 我也乐得清静 我去银行租了个保险柜 用来保管这些年积攒下来的黄金 其中就有那个黄灯灯的大金镯子 我可是黄金首饰爱好者 上班时候没少买 周大福一模一样的首饰和我有八九个 这个金镯子 是我让刘胜买的 刘胜以为我一心想讨好婆婆 根本没想到 我是为了填充自己的腰包 四万多块 当成搞垮他们的经费 绰绰有余 我又付了侦探一笔钱 让他在牛恋的楼里租了个房子 随时跟我汇报李华英和牛恋的育儿生活 这天 刘胜跟我说 公司接手了一个外地项目 要派他出差一个月 我在心里算了算日子 时间刚好能对上 我叫侦探好好盯紧了 果不其然 前天牛恋半夜发动 生了个健康的儿子 今天婆婆的心情格外好 她开开心心地收拾东西 说要回老家休息一阵子 我满脸笑容 没问题呀 我猜她和刘胜一样 起码一个月不会回来 我立刻找上提前联系好的房屋中介 卖房 前面说过了 刘胜是农村考过来的 我是独生女 这套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大三居 没有贷款 属于我的婚前财产 当初我看刘胜家庭条件一般 加上这房子是学区房 我也住惯了 就没要求他买房 没想到这为我卖房提供了方便 中介已经提前帮我在网上刊登了卖房信息 黄金楼层加上重点学区 一经发布就有很多客户在后台咨询 趁着两个温神不在家 中介把几个最有意向的客户都约过来看房 房子不到一个星期就卖出去了 买主是经营健身房的网红健身博主 夫妻俩收入颇丰 不差钱 500万卖房款到手后 我立刻花200来万 购入同小区一套精装修的小户型 火速搬家 刘胜和我婆婆的晦气东西通通扔掉 剩下的就看刘英华的表演了 私家侦探告诉我 当婆婆知道刘胜在外面得的大胖小子的时候 欢喜得差点疯了 原本她看到李英华来牛恋家伺候月子的时候 还一脸不高兴 但刘胜早有准备 她拿出一个大金镯子 说是之前自己粗心 把镯子落在办公室抽屉里了 婆婆对李英华满脸愧疚 转手塞给她个红包 英华 一岁数大了 有时候犯糊涂 你别往心里去 还是大胜会办事 看你干活细心麻利 赶紧请你过来照顾我的宝贝孙子 至于那个小丫头骗子 就让他妈妈自己伺候吧 反正大胜早晚会跟她离婚的 哦 看来死老太婆一家 已经认亲完毕了 很快 一个月过去了 这期间 刘胜和他妈仿佛人间蒸发一般 对我和绵面不闻不问 我故意给她打电话 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含含糊糊地说 项目出了点问题 出差时间延长了 可能还得再待一个月 我又问 那咱妈呢 她以为我想问婆婆 什么时候能来帮忙 马上不耐烦地说 妈把腿摔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就别指望她了 我嘴上说着好吧 眼睛却看着电脑上 他们一家五口 其乐融融的视频 情不自禁地笑了 婆婆厨艺差脾气大 没耐心看孩子 刘胜更不用说 于是 牛恋极度依赖李英华 从在月子里 李英华就劝牛恋 要好好保养休息 她说 生完孩子的女人 最容易憔悴显老 月子一定得做好 否则很容易落下病割 她还以为母乳 会使胸部下垂 奶粉营养更均衡为理由 早早让牛恋断了母乳 因为她生的是儿子 生儿子可是最消耗母体气血的 她还有一无意地告诉牛恋 萧月生的可是个女孩 女孩跟男孩不一样 女孩是自养妈妈的 我看萧月生完孩子之后 皮肤变得特别好 牛恋一脸不服气 那有什么用 不忠用的女儿 照样留不住男人的心 李英华连忙笑着附和 说的是呢 我听我姨和我弟商量 这就打算和那个女人摊牌了 说完 她眼珠转了转 又扶在她耳边小声说 不瞒你说 我这个弟弟心可软了 万一那个萧月求她 难保她不会心软 你可要盯紧了 多营造二人世界 促进夫妻感情 孩子这里有我 你就放心吧 我开始频繁地给刘胜打电话 问她在忙什么 什么时候回来 我和女儿都想她了 终于有一次 我听到电话旁边 有个女人在怒气冲冲地质问 刘胜 儿子都满月了 你到底想拖到什么时候 吓得她赶紧挂了电话 隔天 她在上班时间 给我打电话摊牌 她说她打算离婚 但鉴于绵绵还在哺乳期 只要我同意 她可以多分我些财产 想什么呢 我当然不同意了 全部存款必须都给我 否则别想我签这个字 刘胜有些发火 指责我贪心 我懒得跟她废话 反手将她和牛恋 抱着儿子散步的视频和照片发给她 除此之外 还有她和牛恋 在妇产科排队做检查的照片 搂搂抱抱的照片 轻轻握我的照片 类型那叫一个权 要知道 刘胜可是事业单位的中层领导 前途大好 收入不错 婚内出轨 还生了个孩子 这可是妥妥的重婚罪 我就问你怕不怕 她瞬间就傻眼了 很快 我和刘胜就以婚内存款 我占9.5 她0.5的份额 敲定了离婚协议 至于为什么还给她留下0.5吗 是因为 我看到了牛恋最新转发的微博 锦浩蜜月最值得去的五个地方 锦浩 看来 我这边刚准备离婚 她那边就忍不住来一场 二人世界的旅行了 这一万块钱 就当我赞助她的蜜月旅行吧 很快 牛恋的微博上 就晒出了他们登机的照片 刘胜妈也开始了 天天打麻将的自由生活 出生不久的儿子 则全权交给李英华照看 呵呵 好戏就要上演了 很快 意外毫无意外地发生了 那是一个大清早 我的手机疯狂地响了起来 绵绵睡得正香 被铃声吵醒后 不满地哭了起来 我顺手把手机调成静音 好不容易哄好了孩子 手机上已经有十多个未接来电了 全都是刘胜妈打来的 下一秒 电话又顶进来了 一接通 就是婆婆慌张的 语无伦次的声音 萧月 是不是你干的 是不是你 刘胜的儿子丢了 原来 在刘胜和牛恋出去度蜜月之后 刘胜妈开启了 天天打麻将的快乐生活 她新认识的一个麻将搭子 每天都是三缺一 再也不愁组不上排局 每天早上一睁眼 李英华就已经哄好了孩子喂好了奶 早饭也都摆在桌子上了 刘胜妈吃饱喝足后 就在排搭子的召唤下奔赴排局 中午回到家吃县城的 逗逗孙子 午睡一个小时后 继续去排桌上大杀四方 有时候打得太过于专注了 晚饭都顾不上吃 一路玩到半夜才回家 这简直是神仙一样逍遥的日子 刘胜妈很快就美得找不着北了 直到有一天她再次玩牌 玩到了深夜 像往常一样 家里黑着灯 静悄悄的 李英华应该已经带着孙子睡下了 刘胜妈没多想 洗了把脸就睡了 直到第二天一早才发现 孙子和李英华双双失踪 她第一时间找遍了小区 一无所获 这已经非同小可 她不敢给刘胜打电话 而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来质问我 她认为是我在蓄意报复 我既然能请侦探调查刘胜 就一定能找人把孩子拐走 笑死 什么脑回路啊 孩子找不到了 怎么不提月嫂也一起消失了呢 刘在家天天照顾孩子的 不正是他们自己家的亲戚吗 刘胜最终还是知道了 他和牛恋 做了最近的一个航班 紧急回国 一下飞机 他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萧月 龙龙的事真的跟你无关吗 我知道你恨我 但孩子是无辜的 我们之间的是和他无关 不是 这一家子有什么毛病吗 之前我调查他 是因为他婚类出轨 我是合法维护自身权益 所以我理都没理他 直接挂断电话 结果他和牛恋 最直接杀到小区来了 我是在小区业主群 看到其他业主发的视频才知道 刘胜带了根棒球棍子 对着我那个已经卖掉的房子 一通猛砸 把人家新房主的房盗门都砸坏了 他一边砸一边喊 有人把他儿子藏起来了 人家房主也不惯着他 开门对着他 就是一通猛锤 物业经理认出了他 赶忙给我打电话 我本来是不想去的 但其他邻居报警了 警察把相关涉事人员都带走调查 随后 警察亲自上门 希望我也能去协助调查 因为刘胜和牛恋 一直咬紧我不放 非说这件事和我有关 到了警察局 一名女警察替我抱着绵绵 我和刘胜坐下面对面 他大概急得一夜没睡 眼圈发红 嘴唇起皮 头发又又又乱 我不禁想起 上一世发现绵绵丢了的那一刻 那时候他的声音平稳 头发一丝不乱 冷静地跟警察解释 一切只是家庭内部矛盾 甚至还不忘给我泼脏水 说都是我看不起他乡下来的表姐 还把他摔成植物人的错都推到我头上 这一次 看着他人不人 鬼不鬼的模样 我心里别提有多痛快了 他死死盯着我 声音嘶哑 语无伦次 肖月 我的孩子呢 是不是你和李英华串通好的 说吧 你给了他多少钱 我知道你在跟我赌气 但你这是犯罪知道吗 不是 大哥 你真当自己是警察呢 我忍不住翻了的白眼 将手机递给警察 警察同志 我就这么一部手机 您随便查 自从刘胜把李英华带走 照顾小三母子之后 我就再也没和他联系过 一直捂着脸 哭得牛恋怒了 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见女人 你说谁是小三 我和刘胜上学时就认识了 他对我一直有感情 我看你才是第三者呢 我冷笑着问他 既然你和他认识这么早 怎么没早点跟他领证呢 刘胜的脸顿时更阴沉了 因为当初牛恋嫌弃他穷 大学毕业就甩了 他奔陷网恋去了 结果到了外地才发现 网恋对象是个假冒的富二代 倒是刘胜 不仅考进了事业单位 一路发展不错 还在大城市落了户 他这才后悔莫及 挽起了追赴火葬场 他以为我不知道 其实他的那点破事 我早就调查得清清楚楚了 这时 刘胜妈颤颤巍巍地来了 毕竟他是直接关系人 我都来了 他没道理不来 牛恋正有火没地方撒呢 此刻见了婆婆 气得抄起桌子上的茶杯 就朝他砸去 死老太婆 我把儿子托付给你 你干什么吃的 居然让人贩子把他拐跑了 打死你个老不死的 他不顾警察的阻拦 冲过去又踢又打 刘胜妈想必也没休息好 他吓得脚下一软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疼得哀呦一声 紧接着 他双手一瘫 嘴巴一脸 嗷嗷哭哭上了 警察同志 你们都看见了 这个兄婆娘打人 他平时也是这么打骂我和月嫂的 月嫂是我们自家亲戚 是孩子的亲表姨 怎么会拐走孩子 都是因为他平时虐待我们 月嫂气不过 才赌气抱着孩子走了 牛恋气得浑身发抖 胡说八道 死老太婆 当心我撕赖你的嘴 你这么袒护他 我看你就是帮凶 你们一家都是人贩子 把我儿子还给我 刘胜妈眼珠转了转 又挤出几滴泪来 在座的各位 你们给评评理 这女人可狠了 为了早点出去玩 孩子一出生就掐了母乳 孩子还这么小 就逼着我儿子陪他出去旅游 把孩子扔给了我 你们说 有这么当妈的吗 这女人还特别自私 之前为了有钱人甩我儿子 后来被人家骗了之后 又来勾引我儿子 还未婚先孕 破坏我儿子家庭 我坐在一旁 冷冷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上一世 相同的一幕 就发生在我的身上 就在孩子下落不明的时候 这一家人最着急做的事 不是找回孩子 居然是甩锅 刘胜眼见老底被接 气得脸都绿了 然而还没等他爆发 一个警察冲进来宣布 孩子找到了 原来 李英华把孩子抱回了自己家 他老公陪着他 一起来送孩子 怀里的孩子睡得正香 刘胜妈顿时来了精神 不依不饶地说 看吧 我就说吧 这就是家庭矛盾 一切都是因为这女人欺人太甚 李英华对警察解释说 确实是因为 刘胜妈和牛恋亲人太甚 自己才带孩子走的 刘胜从来不管孩子 刚出月子 就不管不顾的外出旅游 刘胜妈更是天天出去打麻将 把家里的所有事都扔给他做 他除了要24小时贴身照顾龙龙 还要给刘胜妈做饭洗衣服 更过分的是 刘胜妈天天打麻将 打到半夜才回家 每次回来都会把孩子吵醒 可怜他白天操劳了一天 晚上还要哄孩子 连个觉都睡不好 一来二去的就累病了 更让他心寒的是 刘胜一个月才给他开3000块工资 连小区其他月扫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每当他提涨工资的事 刘胜妈就拿亲戚关系来赌他 那天刘胜妈又去打麻将 一直到很晚都没回来 再想到上次刘胜妈还冤枉他 偷了金手镯 他更是欺上家气 原本想赌气一走了之 但又放心不下孩子 只好带着孩子一起走了 结果他一到家就病倒了 所以才没雇上联系刘胜一家 一席话说完 在场的所有人都同情地看向李英华 而牛恋和刘胜妈都心虚地低下头不说话了 刘胜恼怒地喊了一声 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不打把手就算了 还天天半夜才回来 还不赶紧给我表姐道歉 孩子平安无事 这件事最终被定性为家庭矛盾 但只有我知道 是这个李华英太狡猾了 不同于上一世 我果断报警追查 他在仓皇逃窜中被摔成了植物人 这次一切都很顺利 他成功骗取了刘胜一家信任 将孩子抱走 只是没想到刘胜和我闹了起来 还闹进了警察局 左右孩子还没出手 他们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才把孩子送回来 而他的丈夫就是他的同伙 上一世他之所以害死我 一是为了报仇 二是顺着刘胜一家的话将计就计 贼喊捉贼 干扰警方破案 而印证了我所有推测的证据 都在私家侦探交给我的硬盘上 我早就吩咐他盯住李英华 从李英华抱着孩子消失的那一刻起 侦探就已经在神不知鬼不觉地跟踪了 包括他和丈夫联系 叫他尽快寻找买主 我家还嫁的录音我这里都有 毫无疑问刘胜是个渣男白眼狼 牛恋是破坏我家庭的第三者 但孩子是无辜的 想起上一世绵绵被拐后 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 我不想这种痛苦 在被天下的任何一位母亲体会 我将所有证据整理好后 立刻交给了警察 就在我报案的时候 被那天在场的一位警察认出 你是刘胜的前妻 我是 怎么了 他表情有些古怪 挠挠头 没回答 因为天天在家带绵绵 我这两天都没怎么看手机 从警察局出来之后 我随手点开了小区的物业群 没想到里面的新消息 已经达到了好几百 我随手翻了翻 没翻几下 就发现很多李英华丈夫 暴打刘胜一家的视频 原来 那天从警局离开后 他们认为 这次成功能混过关了 索性做戏做全套 眼看到嘴边的鸭子飞了 还惊动了警察 他们本来就又惊又怒 李英华当即要求刘胜赔偿 什么医药费 交通费 精神损失费 名誉损失费等等 刘胜基本算是净身出户 口袋里为数不多的那点钱 还付了旅费和机票 连孩子的奶粉钱和房租 都要等月底的工资 但李英华不依不饶 最后双方动起手来 养尊处优的刘胜 怎么可能是庄稼汉的对手 被对方按在地上一顿猛锤 导致颅骨骨折 脑出血 等人送到医院 医生说脑不出血点太多 有变成植物人的风险 牛恋一听 马上说要和刘胜离婚 她嫁她是为了过好日子的 可不是当保姆伺候人的 再加上短短两三个月 她已经看出 婆婆是个好吃懒做的主 不添乱就不错了 指望她帮忙没戏 刘胜妈气得大妈 她是小三 抓住她头发 就是两极耳光 牛恋也不含糊 一脚就把刘胜妈的 胯骨肘子踹碎了 下面是邻居们的议论 都在说 这家子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做货 有了那么可爱的女儿 还不知足 非要出去找小三 这下儿子和老妈都成了摊子 媳妇也被关起来了 可怜了孩子 被孩子姥姥 悄悄带到乡下去养了 据说孩子姥姥只带走了孩子 亲闺女连看都没看一眼 大概是知道她是做小三的 嫌丢人 半个月后 我在本地新闻的公众号里 看到李英华一家被捕的消息 当时李英华已经在另一户人家 当起了月嫂 好在她丈夫伤人被抓 她一个人无法立刻实施拐卖行动 警方动作很快 在理清了相关证据后迅速收网 这件事上了本地的热搜 我还参与了一个网友发起的投票 内容是 你希望人贩子得到何种惩罚 我看了眼怀中熟睡的女儿 果断投给了 死刑 全文完感谢观看